天天 您好 您的快递 您签收一下吧 对不起 可以麻烦你帮我 把快递拿进来吗 我力气小拿不动 好 您这儿这么多垃圾呀 电梯停了之后 我家里人就每个礼拜 给我送一次东西 倒一次垃圾 不过后来他们觉得爬二十六楼 实在太累了 就改成半个月一次了 其实您可以自己下去送了 其实您可以自己下去送了 这么年轻 怕二十六楼不累的 我有脆骨症 脆骨症 总之 就是不太方便下楼 万一摔了 就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给你添麻烦了 不过以后可能要经常麻烦你 那你为什么不搬局 跟你父母一起住呢 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爸爸后来再婚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搬局 我不想去打扰他们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不建议的 反正 我本来就是个雷坠 自从电梯停了之后 我已经很久没有下楼了 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气温 你叫小雪对吧 其实我们公司的收费 一直是按重量计算的 您多重啊 我可以陪你上下楼 去试试太阳色分布 而且我只收你单趟的钱 这也算是新业务开业吧 算你半价 好 夕阳真美 我家的朝向 却看不到朝阳 也看不到夕阳 这样吧 每天我没这么多 快钱要送的时候 我带你去游乐场合了 而且没那么危险的 你可以玩的 真的 哥哥 那你一定要带我去 放心吧 答应你了 好 我看还得给父亲本人 再来一次 做一次全面检查 才能去的手术方案 毕竟先离医院的水平 不比大诚实 检查结果只要稍有不同 那么手术方案 就会不一样 那可不可以保守治疗啊 不做手术 大多数亲属都有一种想法 可以理解 毕竟手术是有风险的 不过我们的意见是 手术越早 风险越低 那上次谈的那手术费 这个确实没办法 不过在医保范围内 我们也帮不上办法 学院长 谢谢您啊 医院长 医疗肯定能参加我们医院的 这次专家的会诊 这手术等成功率就大多了 客气的什么呀 咱们医者父母先吧 是吧 笑头呀 不管怎么说啊 我先谢谢您 好 那你就带过来吧 我替你照顾 大不了跟公司请个假 请假有什么好奇怪的 奇怪就奇怪在他除了过年跟扫墓 他从来都不休假 年假都攒着要补贴 上次价跟我说抄着要赚钱 让我派奖金最高的活给他 算了 结果这就要请假 你说这事儿欺不欺巧 我问他请假理由他又不说 有了 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奇怪啊 那我下午什么也不干了 我去盯着他去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手腕子不要拾我说了很多遍了啊 杨老师那是来找您的吗 继续练 不好好练汗都白出了 再来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姨爷 咱们的爷爷俩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啊 拜拜 这事儿有急事儿呢 改天就与阿姨一起吃吧 对了 爷 我今天去有医院会诊啊 我看你熊大了 他去那儿干嘛去 那我就不知道了 在别人医院我也不方便多问呢 我一想你不是一直调查他呢吗 我看见就告诉你一声没 行 我知道了 爷 很多事儿啊 你也不能光看表面 行 那我走了 行了 那我走了 开车小心点啊 行 要给人家一句话 我就没办了 走了 来 客人點了 哇 来 来 来 实在那边 因为是 自表市内城市外 很济海 大多幅 现在也是 人家而且可以 送到营出海 例如画承误 foam Jahrhawk 母带云南娘 谢谢您的小伙子 您坐会儿这儿吧 谢谢 买乖 安全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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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他来这儿干吗 难道用外公的钱 总是不法交易 娃娃是街头万号 一哥 你可来了 来 来 小样的片子交给你了 你说你女儿 好不容易去上车 人本来冲着你来的 你这扔给我算怎么回事啊 一哥 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这迟到早退了 我要是再请假 我这个公司就扣没了 就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送完东西 我马上回来 好 那你走吧 走 听叔叔话啊 走了 走吧 来 叔叔送你个货啊 谢谢叔叔 走 叔叔带你去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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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Andrew 一哥 回来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没事 爸爸回来了 那边够了是吧 一哥 要不这样 我再丫头 先玩会儿 你先走吧 再带他玩会儿吧 对了 东西给你 好 那我先走了 行 跟叔叔再见 那什么东西啊 见一哥 走 爸爸赶紧上前面玩 好不好 这个烟火雷 见什么 还对着 不是 小姐 太插队了呀 听没听见我说话啊你啊 有你这儿的吗 先生 对不起 店里不可以吸烟 不让抽烟 为什么还要卖烟呐 这儿还卖手指呢 你在这儿拉屎啊 关你什么事啊 怎么不关我事啊 这是公共场所 怎么因为你家啊 这是大家的地方 这是到全民进烟令嘛 现在不让抽烟 你抽烟就等于大家抽烟 信不信我揍你啊 你怎么干嘛呢你啊 这女孩揍手呢 你不信了 我干你 来 揍一个 我看看 还要 住手 你谁呀 这女的确实挺先揍的 但咱们大老爷们 怎么能跟女人动手呢 那些纵容别人插队的 就是这个受贿 风起败坏的帮凶 你说你跟我一天了 你到底要干嘛呀 你 你知道了你为什么 你不告诉我 好 先回答我的问题 那你也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得绝症了 我知道啊 有一些绝症患者呀 他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你现在很需要钱 你需要大把的钱 来挥霍人生 因为你剩下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所以你拿了我外公的钱 你 这么会编故事啊 那你干脆自己出本书得了 我觉得你太可疑了 而且 我觉得你还干一些 非法的活动 不是 我说你 没完没了了是吗 我跟你说啊 这非法的事啊 你不能干 害人害己 万一你不幸 你的病被治好了怎么办 你剩下的生活怎么办呢 你得在监狱中度过 你把脏蜀拿出来 把我给你上交了 我保证 我尽量地不揭发你 行吗 杨阳一 真的 你脑子有病 赶紧去医院 挂医神经科好好看看 你懒得点废话 我走 等会儿 那你那袋子里什么东西啊 有人会拿这种袋子 装脏物吗 那你给我看呀 你那里什么东西啊 凭什么要给你看啊 你不敢给我看 就是见不得人的 你给我看看吧 金珠 哪呢 杨阳 别追了 杨阳 你再追我扔下去了啊 你别给我胡闹啊你 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金珍这样啊 你把东西给我那是有用的啊 就不给 你给我 不给 你干吗呀你 你别追我 我包呢 我包去哪了 你看 你看看 算了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那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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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默默 墨哥 孩子喝 我来了 我都劝一下午了 没有用 你来了我得回去了 我媳妇还催我 事里急呢 回去回去 别喝啊 师傅 李沫儿 你说我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 我刚给家里边 给我爸治病 攒了那么点钱 就因为我做好事 全没了 从头儿开始 我这心里呢 真是憋屈啊 还有这 我刚让杨小佗 从家里边 给我拿回来的 给我爸治病的药 看看 看看 让人扔在水里边踩啊 踩啊 我有的时候 你觉得我 是跟这药一样 对啊 我可以让人随便扔在地上 就这么踩着 践踏着 喝酒 行 来 我给你喝点 来 吃吧 哪儿 我可以吃了 一 喝一喝 才是个酒 嘲一的 银子 他就给我的酒 分享一下 他是一样的 他就帮你喝酒 容易有点 对 李沫 你的人生中 最难受 最委屈的 是什么时候 两年前 我被甩了 你也会被甩啊 而且是甩得很彻底 一转眼 就消失了 那是个怎么样的女孩呢 她很特别 怎么特别 很温柔 很忧郁 有时候 会有点小孩子气 从她眼睛里面能看到 别伤害我 别伤害我 让人很心疼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女孩 正好跟杨依依相反 为什么我一说女人 你想起来的不是金珠 而是那个波夫 你跟我提她 是你在提 你怎么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把她找回来呢 全英国都找了 就是没找到 你去过英国 我这个英国是虚此 就像哪有那个英国时间呢 我要是能去英国 还在这儿当快递员 快递员怎么了 谁说快递员 就不能去英国了 快递员 也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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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别太生气了 过去的事儿 都按个过去吧 我真的不知道需要多久 才能忘记一段感情 之前好像又出现幻觉一样 好几次从人群中看到她的身影 我今天是下风度 哎呀 疼死我 哎呦 大姐 你需要上哪儿了 哎呦 疼死我 不是哪儿的 你别碰别碰 我死人了都 你怎么开的车呀 我刚刚看这绿灯啊 您 您忽然就窜出来了 这 哎呦 我不敢了 大姐 这儿吧 我送您上医院 咱们看看去好不好 去啥医院啊 我这也没啥大事儿 算了 就去我亲戚那块看一下得了 然后 你给几千块钱就能解决 要是去医院的话 你们还得花好几万吗 是吧 您 不是碰钱的吧 啥 你这小姑娘咋说话呢 哎 你们这些人都看看 什么人啊 撞了不给钱 哎呀 哎呀 你闻的是不是耗人啊 撞车的都亏钱啊 亏钱是不是啊 对不对 开钱呢 这是什么人哪 杨老师 赵总 怎么了这是 我这骑车过来 大姐说我撞了 那我说送她上医院吧 她又不去 行 先说 姐 我这儿吧 心情好在这儿不多 对 现在呢 说心情好 你要行呢 你就赶紧走 不行 我给你挂一二零 我现在肋骨疼 估计断了 得去医院 大姐 您刚好不用说 不去医院 行 老师 别仔细 都是明白人 五百 五百 你怎么要犯的呀 还真就把你当要犯的 你今天看我后边 这大鞋架子 你知道她啥子 那叫天眼 咱俩现在呢 还能弹个钱啥子 要等会儿谁报了警 警察来了 那就不是交通事故了 是诈骗子 没事 杨老师 何教授 谢谢啊 不用 来啊 要我说呀 真不应该给那五百 这只剑宝贵呀 这五百块钱 现在能买啥呀 关键是这种人 你不能揍我呢 要不然他以后 还讹别人呢 我知道 你不是因为 那五百块钱生气 你是因为给了钱 他吃哑巴亏了 你们报警吧 杨小姐 杨小姐 你 我 我说咱这摩托车呀 应该按个行车记录仪 对啊 前后左右我得按四个 我就不信了我 四个哪够啊 我给你订八个 赵总 您挺幽默的 好好好 那个 我还有事 今天谢谢您啊 我先走了 那 那不一起 您忙吧 好好好 那什么姚老师 那你慢点啊 那什么慢点啊 老帅了 老帅儿 歇会儿吧 下来吃饭了 你也是 下班还不会帮我 没事 师姐 以后这种小活儿 非找工人干 咱们自己干就行 行 您吃饭吧 你什么时候把师傅 接到城里了 现在接不了 来了我也没时间照顾她 但是也没挣多少钱呢 你要多少 师姐 钱的事你不用管 不是 师姐这儿还有点儿 你别固执 我自己可以去挣 钱我自己可以去挣 而且等抓到了 那个偷钱的真凶 他们会把我的钱 还给我的 对了 你让我帮你找的那个人 我找了一个比较相似的 什么人啊 他叫豹子头 在明道武馆当教头 我以前跟他打过交道 这个人底盘稳 清 身手好 性格比较稳 出手有节制 精细状况嘛 一般 这些都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但至于他贪不贪这个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明道武馆 明道武馆 你去那边送过快递吗 没有 就是朋友带我去玩过 里边有个豹子头知道吗 嗯 但是不太熟 明天中午 咱俩过去一趟 我有事要跟你帮你头 我有病啊 我又不会武术 我干嘛去踢馆啊 舅舅 我是帮你出去看看 那个明道武馆 到底什么来路 是不是真的是 你房东找人闹事了 咱不能放过一个人家 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姨姨 小心啊 有事给舅舅打电话 来 走吧 他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姐 这里是贵源质 我知道啊 所以我想进去看一眼 好的话呢我就搬回员 那你带我进去吧 我搬回员 要预约十万一年 十万 这混蛋那么有钱吗 老板好 干嘛叫你老板 跟咱们一样嘛 来的客人都是老板 老板好 老板好 好 您今天怎么过来了 他叫豹子头 在明道武馆当教头 怎么客人来 还需要跟你们打招呼啊 我们就是来随便转转 你们该干嘛干嘛 小心投诉你们老板 这位老板 看着伸手相当有名人头 这里都能看得出来 是吧 这位是明道武馆的 总教头豹子 叫我豹子头 这位老板 这位老板怎么称呼 一会儿雷太阳再请教头 再会儿有事 马开儿 马开儿 吐儿 吩咐下去 今天老板微服司法 大家都要装作不认识 是 是 我跟你说的话 我今天要请你家 干什么 我相亲 相亲 是啊 就你这瘦成这马杆样 哪个姑娘会想你啊 不是 你说这话 好像我嫁不出去了 瘦是瘦还是筋骨肉呢 要不然我叫马杆 你叫抱头呢 是不是 行了 别啰嗦了 收拾得利索一点 去吧 谢谢头儿 这地方这么高大上 那可都是有钱人混的地方 你怎么老来啊 咱不用花钱 他老板是我前女友 我有张金卡 都分手了 还占你那便宜 也不太好吧 是他占我便宜好吧 就一张金卡 是你说要来的 师傅 是你自己说要来 来了又不打 这儿来转着 只要真跟你在这儿 反正来都来了 我舍命赔君子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沙包 打个痛苦 把这几天 在那个坡妇那儿的冤情啊 都给发泄出来了 咱们练武人的气魄 是用来给别人发泄用的命 越是练武的人 越有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咱们平时打撞战马过那儿练什么的 练的就是定力 师傅 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你一直憋着 小心忧愿 你说那是富贵病 我没能命果 如报告在那边了 你先去 跟着热热身 告诚 我们去骑2 至少 我们会减制 老板 你带我来 一个回忆 你带我来 你带我来 来 老板 没事吧 报哥 没事没事 走 老板 让我陪你热热身 师父 报哥可是打过全国冠军啊 看你刚才已经打了半天了 一定耗了不少体力 那我就是胜之不武啊 这样 你先歇会儿 长口气儿 没事 接电话 接电话 喂 现在能过来吗 那得跟我说说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嘛 你过来就知道了 好处 好处啊 老板 你干吗呢 站半天线 你跟谁聊天的 我跟你说啊 那混蛋进了明道武馆 知道这武馆一年会费多少钱吗 十万 十万 你说一个送快递的 一年上武馆能交十万块钱会费 这里边是不是有问题啊 而且 这会馆 跟我舅舅的会馆还是死对头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说这十万你可别不爱听啊 我看现在这个熊蛋已经成为你的魔兆了 其实你仔细想想 你外公的事情 还未必是跟他有关系的 谁要我帮他说话我跟谁挤啊 包括你 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呢 你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我看上他 我能看上这种混蛋 我要是看上他 我把眼珠子抠出来扔地上 牵人踩 弯人踏 我把眼珠子抠出来扔地上 不会啊 你춰子抠出来扔地上 我把眼珠子抠出来扔地上 你不认识 走 老板的双臂和双肩 后肌肉隆起 是打小练过千斤顶吧 您的手部关节都磨平了 一定是学过拳击 而且常打重沙呆吧 老板走位很放松 是练过太极拳 您动作精干 速度也很快 应该是个外加拳的好手 而且是个杂架 花架子而已 学得杂 不像老板专一而精 出招是招位倒 而气先倒 不只开外力 内外兼修 收放自如 是高人 在下姓包 外号豹子头 给面子的兄弟 都喊我一声鲍戈 是明道全馆的总教头 鲍戈 我叫熊蛋 元旦的蛋 那请问兄弟在哪儿高救啊 是美苏弟 你是一个快递员 按照过去的话 你们开武馆的 和我们跑标局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有意思 熊蛋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对了 宝哥 我怎么看您 觉得咱俩之前 应该见过呀 兄弟 你这是跟女人搭讪 要善咱说的话吧 恐怕 让 transformation 谢谢 πως 倒晚上 请恕 啥 让我 噢 ans 蓉 起 итес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最近有没有在梦到安琪儿啊 我有点吃醋 虽然我也没见过他 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把你抢走 我已经很久没梦到他了 那我是不是很烦啊 很无虑取闹 很讨厌 李沫 你真的不介意我离过婚吗 为什么要那么大惊小怪呢 我觉得婚姻就像海上的船 再好的水手 也不敢保证一辈子都不出交 那如果 不只是离婚那么简单呢 那还有什么 你喜不喜欢小孩啊 别人的小孩嘛 只负责逗哭 不负责哄 自己的嘛 没有想过 绝对离我太远了 不负责逗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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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责逗哭